彰化华欣口罩工厂今年2月加开生产线赶工做口罩 一名岩信旅员工不小心被机器夹到 一根手指头当场被夹断 总统蔡英文还亲自前往探视 如今康复回到工厂工作 在复工首日董事长也特地送上了鲜花表达感谢 戴着头帽口罩穿着防护仪 在板凳上包装口罩开心复工 她是彰化华欣口罩工厂 今年2月手指头被机器夹断的 59岁女员工严玲玉 虽然复工了但手指头依旧包裹着纱布 要弯曲灵活使用还是很吃力 严玲玉在口罩工厂工作已经14年 当时为了赶工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或许因为星期除了差错 截取了她右手终止的一小结 当始终的蔡英文还特地前来探视 虽然两个月后虽然伤势稳定了 但对于自己疏忽影响生产进度 还是很抱歉 头去到头去都不错 她让我先保重一下 因为我手要去做期待 要不然什么都可以做了 受伤以后 也时时念念要赶快早一点回来上班 我们觉得很感兴趣 休假期间薪水赶快照顾 严玲因为要照顾先生和患有身心障碍的小女儿 全家都靠到这一份薪水过活 如今康复没有退休 而是选择回来继续工作 董事长敬重这位资深员工 希望期间赚给薪 复工首日送上鲜花表达感谢 姑主间的情仪令人动容 欢迎你回来上班 辛苦你了 谢谢 借待人贸彰化 猜不到